Hello大家好 我是Sann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0-24个月宝宝视觉发展 你最想知道的6个问题 我的宝宝有斗鸡眼是正常的吗 我的宝宝眼睛无法对焦 是有问题吗 为什么宝宝一直看着天花盘 他到底在看什么呢 我拿玩具给宝宝 玩他为什么都不理我 是不是一定要黑白闪事卡 才能帮助宝宝视力发展呢 很多家长其实一直对 宝宝的视力充满着疑惑 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 关于宝宝的视力 一起来看看宝宝眼睛 你看到的世界 究竟是长什么样子 我一共整理了6个 大家常问的问题 包含宝宝是不是色盲 宝宝斗鸡眼 或者眼睛无法对焦 有问题吗 宝宝多大才能看清楚 0-24个月的视力如何发展 家长可以做哪一些事情 来帮助宝宝发展视力 还有宝宝应该要做 哪些视力检查 和什么情况之下要看医生 第一题 新生儿是色盲 只看得到黑色和白色吗 不是的哦 宝宝其实也看得到其他颜色 但是呢 他不像大人可以看得这么明显 新生儿很难区别相近的颜色 比如说红色橘色黄色这样 但是对比强烈的颜色 他就比较容易分得出来 所以黑色白色对比很强 而已就分得出来 红色绿色对比很强 黄色蓝色对比很强这样 所以大部分的玩具设计呢 都是有丰富色彩的 第二题 我的宝宝是斗鸡眼 或者他眼睛无法对焦 这有问题吗 刚出生的宝宝呢 他们眼睛有时候就是会斗鸡眼 或者两个眼睛没有办法集中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宝宝的眼睛结构 虽然已经长好了 但是宝宝还没有学会 如何让两只眼睛同时一起工作 Binocular Vision 就是双眼视觉 要随着宝宝成长 才会慢慢学会这个技能 等到宝宝满两个月之后呢 就开始能够对焦 斗鸡眼的状况也会变少 第三题 刚出生的宝宝是大镜视眼吗 什么时候他才能 好吗 中午